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现时全港五间中类证检服务中心 一日可以办理六千张回乡证 但原来现在已经过期的回乡证 累积有超过一百万张 虽然中类证检部提供绿色通道 帮有特别需要的人加急办证 但疏到全部累积个案 似乎还需要一段时间 有什么方法处理呢 七十四岁的女伯伯这一天 找社区主任帮忙预约办理回乡证 四月中她打算回乡证 过关时才发现回乡证 在去年十一月已经过期 2020年九月开始 办理回乡证要网上预约 不切现场派丑 吕伯伯说上次申请回乡证的时候 已经是十年前 现在办证的程序很不同 六年没回乡证想趁现在没工作 回去探一下亲戚朋友 现时总共有五间中类证件服务中心 早上9点到下午5点开放 但现在申请人数更多 系统显示直到9月1日 各个中心全部额满 位于九龙湾的九龙东中心 星期一早8点半未开门 门外已经大排长龙 因为探病、奔丧、就医、就学 紧急商务的申请者可以持有有效的 相关证明 到证件中心加急办理回乡证 林小姐就帮家长者查询 今天来都问了很好的 他们都会着情去处理这些老人家 不过唯独不好的地方 电话永远都打不通 所以就要亲自来这里排队去咨询 我觉得都很浪费时间 每一个部门有每一个部门的做事 他们都会答应你 行业不行 所以你都要现场去照顾病人 现场可以就做 温伯伯就想和姐姐一起回乡 探患患病的妈妈 但是姐姐的回乡证过期 她赶着把回乡证回去乡看妈妈 因为乡有个妈妈九十多岁 她马上去遇到回乡证 早一天回去见妈妈 过几两个小时未必能教得到 因为人太多了 里面坐到满了 不知何时才能教得到 现在唯有等 又有白叶粉才有 现在看看能否做得到 做得尽快 不少人急着返回内地 社交媒体上出现大量代客预约回乡证服务 其中一个声称1,200元包成功 吸引不少人留言 我们在贴文下留言有不少人回复 说可以介绍黄牛 其中一个黄牛声称可以透过系统修改预约时间 开价1,650元人民币 另一个人说可以提供虚假证明 证明申请者急着返回内地 开价1,500元人民币 我们电话联络其中一个人 他说不用担心文件的内容 更加声称有内应 保证一定成功 他更加乐力游说记者 说没有内应的话 拿着其他假证明未必能成功 他明明过去 接下来不担心文件 那便有问题 所以就是这样 他便说有点可以有点 为什么不行 化名陈先生 2020年不见了回乡证 因为疫情一直没有保领 他近日接获公司的通知 有机会在6月至7月回内地工作 但是他想预约扮理回乡证的时候 发现8月才有位 情急之下他帮顺了黄牛 那个代理自称自己有内部的员工 可以帮忙预约到较近日期 就是4月底的 我那时就见他价钱收500元 相比其他整假证明的其他黄牛 就是代理 他们就收了1000元 他比较商业 就是比较便宜 我就选择了相信了那个代理 他给了订金之后 代理一直都说会跟进 强调不会骗他 他半信半疑之下 在代理之前指定的时间 去到办证中心办证 虽然代理说 现场会有内部的员工接应 但是结果没有人理他 他才确定自己被人骗了 我觉得我自己很笨 因为我当初就是很急切想回大陆 就是要需要回内地工作 我就没有想过他有一个骗徒的可能性 还有就是我找不到其他好的方法 就是想着走接近 就是没有脚踏实地 立法会议员梁希一直都有留意 续领回乡症的情况 他说最初系统是可以改名改时间 造成了漏洞 中壘证检报堵塞了漏洞之后 黄牛就改用其他方法赚钱 他就先抢完这些位置 去到凌晨的时段 没什么人去按这部机器的时候 他就可以将他已经霸住的位置 就可以抽出来 接着就将他那些客人的丑 就立刻摄下去 真的黄牛就很少 骗人的黄牛就很多 他很多时候都去诈骗 他认为要盗拙黄牛 首先要解决一位难求的情况 建议将现有的回乡症到其日 先延长半年 在过去我们看到中女社 就是一天扮1,500个回乡症 到现在一天是做到6,000个回乡症 但事实上真真正正 是已经过了期的 是有一百万那么多 所以真的需要一些时间 给到他们一个半年的宽限期 就是可以大大舒缓 目前的一个压力 无论是扮症的压力也好 或者是市民现在觉得 回不了去的一个大的压力 都可以舒缓得到 据他了解 中旅证检报有计划延长营业时间 如果再配合延长回乡症到其日 相信半年时间足够处理 全部职压的申请 如果接下来中旅 是真真正正将营业时间 是延长到9点的话 他们每天可以办到7,000多份回乡症 如果在半年去计算的时候 他就可以办到一百三十多万个回乡症 可以很理想地清除了 也解决了所有 那一百万个已经过期的回乡症 之外 在这半年每天都会有回乡症到期 这些到期的回乡症 也都可以在这半年里解决得到 中旅证检报在官网发通告说 发现有社交媒体出现宣称 可以帮人预约回乡症帐号 并且收取不法谋利的情况 表明不接受任何中介代理人预约受理服务 提醒市民去到官网预约走正规渠道以防受骗 时事多面看 今集时间够了 再见 各位我是樊天华 长洲发生谋杀案 两个男人当街打斗 其中一个人死亡 警方拘捕疑空 初步相信两个人因为金钱搞分 引起争执 案发在长洲大身后届 警方上午11点接报 说两个男人在一间精品店外打架 一个52岁男人倒地昏迷 送往长洲医院救治之后死亡 另一个中年男人就逃去 有附近商铺的负责人说 听到两人争执大约15分钟 警方封锁 所现场并且在一部单车手证 掌握在图男人的资料 并且锁定他的住址 最后上满将他拘捕 警方调查所得 死者和施杂者 或者现在我叫他被捕者 是同为长洲的居民 大家亦是相识的 两位 我们相信都是有黑社会的背景 我们警方相信今次的案件是由金钱糾纷而引起的 警方又相信死因和襲击有关 有待验尸确认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军报道 一个正是休假的30岁消防员和太太 在日本东京旅行期间 涉嫌性侵犯当地一个女人被捕 他了解涉事的香港消防处 一个建策消防队长 据日本传媒报道 30岁疑犯王耀德和太太到日本东京观光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夜晚 他以外出买食物为由 独自离开酒店房间 在路上要求一个20多岁女徒人 带路前往拉面店 之后涉嫌在一座大厦的南池 性侵犯那个女徒人 疑犯原定星期三离境 在酒店办理退房手续的时候 被当地警方以涉嫌强制性交罪拘捕 报道指黄耀德接受警方文化时候保持沉默 只是等律师来再说 日本警方借翻看不露电视片段调查案件 香港消防处证实事件 或者详细了解事件 强调非常重视消防员的纪律和操守 必定严肃跟进违法维纪国外 港铁太子站招数局部停电 部分设施受影响大约5小 至上午大约11点才回复正常 其间列车服务如常 在9日内再有车站电力供应出问题 早上太子站的大堂 部分店铺烏灯黑火 广告灯箱也显得失色 扶手电梯暂停 乘客要逃步上落月台和地面 警方早上6点多接报指太子站停电 港铁表示由于车站供电组件故障 部分设施受影响 包括扶手电梯、洗手间和车站商铺 至早上11点陆续回复正常 其间列车服务、售票机、集机等大堂设施如常 上星期三 港铁香港站和九龙站 亦分别停电约三个小时和一个半小时 九日内再有车站电力供应出问题 曾任职港铁的立法会议员张恩宇 相信涉及港铁近期更新大型供电设备 要求港铁到立法会交代和研究解决方案 在2020年开始 港铁在观塘线、荃湾线和港岛线 这三条线 开始做一些高压和低压设备的更换 有30多个车站受影响 看到类似的停电表现 港铁就指初步了解两次事故并没有关系 至于受影响的商户会否获得赔偿 港铁回复说电力供应受影响期间 已经派完跟进和提供协助给商户 无线理事记者叶昭雅报道 发展局交代交易周人公导公众资讯 大约六成表示支持 反对的占大约两成半 局方目标今年内开展还评 交易周人公导项目 填海建造三个人公导 容纳最多55万人口 当局去年12月起展开公众咨询 收到大约7800份公众意见 当众六成支持 认为有助增加土地供应 完善策略运输网络 也同意建议填海范围和设计 已经考虑环境和工程可行性等相关因素 也有大约两成半反对 主要关注对环境生态和公共财政的影响 局方说对支持意见的比例感到鼓舞 又强调人公导是香港未来土地供应的重要来源 行政长官近日都再三强调 香港是要追时间追结果追前列 其实如果我们要做到这样的目标 我们一定要放眼未来 而一定要有充裕的土地 我们才可以做到一些政策的创新 不应该再停留在一个辩论 做与不做 而是如何把它做好 这个主要是考虑到 其实整个项目 其实在2011年开始已经酝酿和讨论 当局和六大专业学会组成平台 就人公导的可持续设计 和生活社区规划深入讨论 目标今年第四季开展环平 整理公众对环境影响的关注 明年展开详细工程设计和土地嵌测 计划好工程如何分阶段进行 再具体做全面的造界预算 Mouzines记者 杀元某辩道 财经方面 比亚迪股份公布 稍季度业绩按年多赚四倍 至到41亿元人民币 靠除非经常性选益的净利润 更加增长近六倍 营业收入增长近八成 至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 公司解释 收入大增主要是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所致 但同时都令到成本加近七成 另外公司期内研发费用 亦都增长1.6倍 至超过62亿元人民币 华尔街已经开始太体美股的最新表现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33482点升180点 编续普易500指数 4084点升28点 欧洲故事 倫敦富士100指数跌6点 巴勒剑指数升24点 德国DEX指数升11点 英国高通胀引发的社会问题持续加剧 有慈善基教发表报告 指过去一年发放的教杂食物 按年增加了三成七 创历史新高 高通胀令民众难以负担基本生活开销 越来越多英国人需要依靠食物银行的服务 英国最大的食物银行组织 星期三发表年度报告 披露他们在截至3月的一年内 派发了近300万份救济食物包 按年增加三成七 数量是五年之前的两倍 当中有超过100万个食物包 是用来派发给儿童 报告亦都提及 过去一年有达76万人是第一次需要他们的服务 按年上升三成八 组织总裁表示 数字急升的速度前所未见 需要食物救济的人当中 有不少都是在职人士 但是薪金不足以应付日常生活 组织促请英国政府 尽快改善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 令到援助金额足以应付基本开支 英国就业及退休保障部回应的时候说 已经推出多项纾困措施 包括上条福利金额大约10% 全国最低工资亦都由今个月起 由每个小时9.5英镑增加到10.42英镑 无线电视记者叶科文报导 各间戏院排长龙 抢够礼拜六三十元一张戏票 网页亦都大塞车 有人炒了戏票 中学民凭使最后一届通识科 不少考生卦试题不算难 中国派军舰去到苏丹 至今接走千多人 包括香港居民 各位亚冠口围 星期六全港戏院日 戏票或一三十元 上午11点开始开售 多间戏院都出现排队的人龙 而网上系统一度坦叛 直到下午仍然运作不畅信 有人就炒卖戏票逃利 先看看卖票的情况 各大院线早上11点开始卖票 全港多间戏院售票处都打蛇饼 旺角朗豪方这间戏院 有过百人排队 人龙延伸至商场外 全港戏院日 是开心香港打头阵活动 差不多所有戏院戏票 唯一三十元 每人行买四张 政府今次刺激消费 和HAPPY HONG KONG 我觉得是令到我们本身 香港人都感受到快乐 不过没有晚上 它只有下午 想看动画那些不好 少一点 方一点 但都划算的 二百元张票现在三十元 原本有些去到晚上 只是没有那些场 只是有某些时段 两个几钟后都买不到票 原来 要买去看第二套 星期六的三十元做这条队 金钟太古广场这间戏院 同样人头涌涌 中环娱乐行这间戏院 为了疏度人流 有职员向顾客派发单张 预先选定电影和长次 圈完之后 直接给我们同事 网上卖票同步开售 但大部分都要付手续费 系统也都大排长龙 英皇电影网页 显示一共有二万八千张 戏票售卖 但进入系统 一度说要轮后至少十二个钟 半个钟后再进去 更加要至少七十个钟 即是三日 戏院日完结后才可以进去 百老汇的网站 虽然一度能够进去买票 选择座位之后又再瘫痪 多次尝试支付都失败 其余家和和MCL 网页也都一度完全瘫痪 不少较抢手 原价较贵的立体电影 下午网页显示 部分长次全院满座 戏院商会预计 全日会有二十万人次入场 活动涉及电影发展基金 多少公帑赞助 戏院和片商又会补贴多少 当局并没有公布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导 在网上转售平台 有人怀疑炒卖星期六的一维戏票 戏院属于持牌公众娱乐场所 斗售黄牛属于违法 有立法会议员说 买卖双方都可能要负赏刑责 戏票星期六特价 可以比平常便宜过百元 有人抢到票之后 怀疑企图转售逃利 在网上二手物品出售平台 有账户放售一套动画 旺角埃曼长次的戏票 两张标价一百元 连同手续费每张十元 如果成交可以赚二十元 也有人卖另一出动感电影的实体票 星期六下午长次每张一百元 即是四张票一共抬高了二百八十元 戏院持有公众娱乐场所牌照 相关规管条例之下定名 如果以超出原价兜售、售卖和游说他人棄票 即属犯罪 部分远线已在售票网站定名 售出的棄票不可以以任何方式转售 本身是大律师的立法会议员容海恩说 买卖黄牛票双方都有机会触犯法例 如果你是卖的价格是高过你买回来 如果高过的就是会有犯法 这次是政府去有津贴、有资助 你去看便宜 而你去用一个高点的价钱 你自己有赚的 其实这些都是政府钱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你是在合理性上面 如果政府是要追回的 其实它有一个合理性去追 所以这次其实你除了是欺骗了政府 浪费了公帑 又令到本来有20万人可以参与 不同人士可以参与 亦都希望给到更多的本地人 或者是基层的家庭 可以有机会去看便宜戏 亦都可以看到自己心仪的电影 我觉得这个亦都剥削了其他人去参与 今次开心香港的活动 他呼吁市民切勿而身事发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报道 文憑市通识科最后一届考试 老师和学生都说试题难道不算深 有学生对通识科即将被公民科取代感到遗憾 四万四千多个考生报考今届文憑市通识科 卷一三条必答题 第一题问香港塑胶救物袋收费计划 以及讨论处理香港积器塑胶方法 另外两条有关长者生活质素 以及药物专利对全球公共卫生影响等等 至于卷二考生三选一作答 涉及全球粮食安全 网货对青少年影响 以及讨论平台经济 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等等 都贴实的 它是说关于这个长者的设施 其实和近年这个人口老化 其实都是有相关的 药物专利那一题 其实因为平时阿sir都会给类似的课题去操 其实那个难度上又不会特别难 对 通识科明年由公民科取代 有末代考生觉得遗憾 有老师就说 今年的试题明显教过往十二年前 又相信通识科对学生有用 十年前那些学生不专业 他完成了通识 他们会觉得就是 学通识科是啟发到他们这种思维的技能 而是说是终身受用 今年是通识科最后一届考试不设补考 一旦考生失手不合格 可以在明年报考公民科替代 老师说两科考的议题有关联 而且题型一定程度相似 相信对读通识科的学生来说挑战不大 百间资作大学就说 会继续接受考生 以合并成绩报读课程 无线电视记者林准軒 在这里 国际消息 苏丹年日冲突 造成最少512人丧生 4200人受伤 多国家紧撤桥 中国派军兰去到苏丹 至今已接走1300多人 包括两名香港居民 而首批撤离的中方人员 已抵达沙特阿拉伯吉达港 解放军紧急调动在阿丁湾护航的海军第43批护航編队 南宁南和微山湖南到苏丹 执行撤桥任务 第一批撤离的678名中方人员 星期三抵达苏丹港 经过登记和安检 他们登上解放军军舰离境 截至目前已有1300多名中国公民安全转移 有的已搭乘中国军舰船只离开苏丹 有的正在离开途中 首都喀图木以外还有少量中国公民 我们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安危 将继续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 首批撤离人员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十点多 徐南抵达沙特阿拉伯吉达港 外交部又说安全撤离的人员 包括香港居民和五个国家的公民 今次是中国海军第三次执行撤桥行动 上一次是2015年由也门撤桥 《无线电视》记者陈慧珊报道 参与今次撤离任务的两艘军舰 都是解放军海军现役主力舰艇 解放军参与今次撤离行动的編队 由正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的导弹驱逐艦南凌艦 和综合补给艦微山湖艦临时组成 搭载了一架直升机、几十名特战队员 以及近500名任务官兵 首次执行护航任务的南凌艦 是中国自主研究设计的驱逐艦 先后执行过远海训练、战备巡逻等重大演奋任务 多次完成导弹实射任务 同样是中国自主研究设计的微山湖艦 主要负责阳阳综合补给 伴随护航等任务 曾经多次执行中外联合军演、亚丁湾护航等等 先后到访过二十几个国家 2015年也门发生战争 微山湖艦也曾到当地参与撤桥任务 无线电视机者曹嘉宾报导 善友试日鎮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看看现在未估的表现 吴道指最新报33559点升256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95点升39点 欧洲股市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1点 巴黎剑指数升26点 德国特斯指数升6点 其他消息 长洲发生谋杀案 两个男人当街打斗 其中一人死亡 警方拘捕疑空 初步相信两个人是因为金钱纠纷引起争执 案发在长洲大新后街 警方上午11点接报 说两个男人在一间精品店外打架 一个52岁男人倒地昏迷 送往长洲医院救治之后死亡 另一个中年男人就逃去 有附近商铺的负责人说 听到两人争执大约15分钟 当时我在开档 看到有点嘈杂声都看过去 看到他们已经是拳来脚往 打架 其实是拳头架 其他街坊都叫他停手 不要打了 没多久看他没有什么动静 没有声音 看到死者已经躺在地下 其他人就叫他 叫醒他 警方封锁现场 并且在一部单车手证 掌握在图男人的资料 并且锁定他的住址 最后上门将他拘捕 警方调查所得 死者和施杂者 或者现在我叫他被捕者 是同为长洲的居民 大家亦都是相识的 两位 我们相信都是有黑社会的背景 我们警方相信 今次的案件是由金钱糾纷而引起的 警方又相信死因和襲击有关 有待验尸确刑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军报道 中审法院将审理一宗涉及国安法判刑的上诉 上诉人承认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 判监禁五年 增以未获认罪的三分一刑期扣减 上诉人25岁李大南学生女世瑜 是Telegram频道抗共港独台HKIAF管理员 自从2020年开始 先获他人对抗共产党和香港政府 承认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 原审法官以监禁五年六个月为量刑起点 如果获三分一认罪的刑期扣减 应该判监三年八个月 但因为国安法条文列明 情节严重者需判囚五年以上 法官改判他入獄五年 他不满未获刑期扣减 向高等法院上诉庭上诉但被驳回 他再申请上诉到中审法院 上诉庭发出判词 认为本案法律争议事关重大 就两个问题批出上诉许可证明书 当中包括国安法第21条 罪行量仍恰当的诠释是怎样 条文列明的三项情况 包括是自动投案或者揭发他人罪行等等 是否已经窮尽所有减刑基础 如果无一成立就不得减刑到五年以下 还是有任何其他求情因素可以减刑 新加坡调高买楼印花税 其中外国人的税率由百分之三十增加一倍 去到百分之六十 新加坡楼价近年持续上升 当地政府计去年九月收紧按揭成数之后 决定加纳为楼市降温 即日开始外国人买楼的印花税率 由百分之三十倍增去到百分之六十 永久居民以至公民 够至第二个单位或者以上 税率亦都一律上调 而公司又或者信托方式置业 除非是地产商 否则印花税率由百分之三十五 大幅调高到百分之六十五 当局说当地楼价有加快上升的迹象 如果不加强控制 楼价可能超出经济基本面 和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新加坡楼价今年第一季按季上升3.2% 比对上季0.4%明显加快 已经连升12个季度 而去年新加坡楼价上升8.6% 同期本港楼价跌近一成半 有经济师认为包括内地等境外人士 在香港买楼的印花税 现在已经明显低过新加坡 可能吸引部分投资客转来香港 不过对吸引人才帮助不大 每次会再有见到这类型的 一个大规模的资金流入 从而是推升楼价的情况 我想其实当地政府都会很快出手 到香港可能可以吸引 比较多一点的内地资金 吸引人才方面 未必单纯是看 究竟是买不买到楼 其实一些工作的前景 本身经济体的增长 又或者生活质素等等 都会有一个变化在 彭博相信 由于拿到永久居民资格之后 可以拿回部分印花税 可能更多内地居民 改为到香港投资物业 尤其是豪宅市场 无线电视记者黄文軒报道 澳洲计划改革移民制度 吸纳高技术人才 令他们更容易和更快 拿到永久居留权 全球人才争夺战百业化 澳洲工党政府宣布在年底之前 持有短期临时技术短缺签证的人 将会有途径申请永久居留权 目前当地有大约1万7千人持有这种签证 他们需要获得澳洲雇主担保 职位亦都必须在短期技术职业列表上 最多可以为雇主工作两年 并且逐签一次两年 不可以申请永久居留 澳洲政府说 面对二次大战之后最严重的勞工短缺问题 需要引入更多高技术的移民提高生产力 但目前原用的移民计分制度落后和复杂 未能满足新时代需要 令澳洲可能落后于加拿大和德国等发达国家 会全面改革制度 包括令高技术人才更易和更快取得永久居留权 并考虑采取措施吸引留学生留在澳洲工作 包括在他们毕业之后自动获得临时毕业签证 令澳洲雇主放心聘用 但澳洲政府强调 改革移民制度是要配合市场需要 而不是为了增加吸纳移民人数 无线电视机者陈慧山报导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